雷蒙德·科斯塔家族基金会宣布,自2017年以来,已经向120名员工与员工子女发放出超过34.3万美元的奖学金,其中许多人是第一代的大学生或拉丁裔。 且2022年,共办发出21项奖学金,金额从1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,这些钱将直接汇入员工就读的大学,以确保资金完全用于大学学费。 且麦当劳为了庆祝全国薯条日,还宣布从本周起不需要购买,就能获得一份免费的大包薯条。 不过,观众要注意的是,免费薯条只能通过麦当劳的手机应用程式来订购,并且客户必须是麦当劳终成计划的会员之一。 此外,如果是购买每天的优惠套餐,也有机会获得免费赠送的大份薯条,优惠可能因店家限制而改变。 观众请以店内公告为准。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